那接下来这个题目是 我想问我在网路上骂人 会不会有因果 验障会不会很重 有因果 刚刚已经答过了 当然是在网路上 酸民嘛 刚刚是有一位先生问酸民嘛 酸民跟骂人是有雷同的啦 那骂人更严重了 不过也不一定 有时候酸民更糟糕 是这样 那两个一样 就说 这在不合理的情况之下 你口出恶言 当然合理之下 也不应该口出恶言啦 但是应该表达意志 这是可以的 那这就不叫骂人 但是你已经到了愤怒 侮辱 这就骂人嘛 那当然有因果 网路上当然是有因果 当然弱了一点点啦 因为它不是正面 当面 是这样 那再来就是 弱因果 会不会有业障 业障有没有很重 看你骂得强或弱 合理不合理 合理性有多跟少 这样来看 以上